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责任划分 遭遇尴尬 谁该为此买单 今日说法为你播出黑洞下的悲剧 各位好 这是今日说法 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 2007年11月 对于生活在广东东莞的杨先生一家来讲 是一段祸不单行的日子 一开始是杨先生接到电话 说父亲在老家得了重病 当他风尘仆仆从广东赶回到安徽老家 照顾生病的父亲的时候 刚到家第二天 他就接到了妻子从广东打来的电话 说家里八岁的唯一的儿子就出事了 第二天晚上 中国老婆给我打电话呢 说小孩子掉进下水道了 杨先生清楚的记得 那天是2007年11月6日 妻子打来电话 焦急地告诉他 八岁的儿子掉进了家附近的下水管道里 我一听说过以后呢 我当时我就说你赶快 就是拨打120过来抢救 因为我当时我很 我想啊 这个下水道都不会有太深 相隔千里 杨先生开始坐立不安了 他不知道妻子能否妥善处理好 营救孩子的事情 没过多久 妻子的电话再次打了进来 因为120来了 当地的派出所也过来了 说现在正在抢救 正在抢救以后呢 然后我的好那没关系 当时我也很放心 可仅仅几分钟之后 就在杨先生多少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电话再次响起 过了没有五分钟 他打电话说孩子不行了 已经去世了 但是我听了这个话以后 就是说 当时就晕倒了 这个消息 让还在照顾老人的杨先生 当时就忘了 当晚他买了机票 回到了广东东 看到的是悲同欲绝的妻子 和儿子冰冷的尸体 当时杨先生和他妻子的那份痛苦 我想每一个做父母的都能体会得到 夫妻俩在广东打工十几年了 所有的希望全都在这个儿子身上 妻子辞职在家 一直就是专门照顾儿子 所以这个儿子是从小到大 没离开过他们的时间 那这样的悲剧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杨先生的妻子回忆说 那天 儿子是在他锁门的时候 一溜烟跑了出去的 之后 他朝着学校方向 一路找寻 却再也没有找到孩子的影子 在回来的路上 他先是看到一群人 围着路边 不知道在看什么 我有一个女的 她说 我说你们在干嘛 她说 有一个小孩掉到这里面了 那里面很多人挤不到里面去 外面围了很多人 当时 看是我们小孩 当时我吓了下雨 当杨先生的妻子挤进人群后 发现掉心下水道的 正是自己的儿子 当时 儿子应该还是清醒的 他的哭声 还从井下不断地传了上来 我就给他打电话 他说 那住不住 我住在这里 长久 谈到那一天的经过 做母亲的 还是不能平静地对待 他本来认为 孩子获救 是有很大希望的 当时也是这么安慰丈夫的 直到孩子冰冷的尸体 被打捞上来 一会儿他们就说 抢救不过来了 他们就走了 当时的抢救人员说 因为下水道的井口很窄 下面的水流湍急 他们一时无法确定 杨安南的具体位置 加上安南个头小 最终体力不支 溺水身亡 特别疼痛 好像心像刀割了一样 孩子去了 夫妻俩全部的希望 也随着离去了 杨先生夫妻俩 心里的痛楚 无法抚平 在处理完孩子的后事后 杨先生和妻子也得知了 更多孩子掉进下水道的细节 当时几个和杨安南玩的小朋友 告诉大人们 安南之所以会掉下去 是因为当时 那个井口没有井盖 我在外面等车的时候 然后他真的 跟着几个人玩的 看到 就说这样子后退的 退下去了 就这么退 然后退 当时那个井上面 井盖有吗 没有 这个说法 让杨先生和妻子 备受打击 如果孩子们 反映的情况是真的 那么 儿子的死 就不是天灾 而是人祸了 他是完全 没有尽到责任 那我就想 这个事是谁来负责 杨先生找到了 当地的居委会 因为他认为 路边下水道的井盖 是为居委会 有关部门负责的 现在 井盖没有了 自己的孩子 也因此送命了 居委会 是应该有责任的 这个小孩真的 太意外了 这个杀点 以前还有了 因为我觉得 我就没什么责任了 那我不是不去管了 居委会主任的回答 让杨先生一家的心情 续上加霜 他们多次到孩子 出事的地方 那里 依然有不少孩子 在玩耍 很多人都知道 杨先生一家的遭遇 就是在前一两天的时候 那时候丢了 又没有什么提示 又没有写个什么提示 警示的什么的 就是这样空着的 在这里 是好烧人的 掉下去 大影都很难 很难把孩子上来 看到别人家的孩子 依偎在父母身边 杨先生不免伤心 但是想到儿子 不明不白地死去 夫妻俩更加难以承受 他们决定 儿子的这件事 无论如何 都要有个说法 他没 不愿意 付这个责任 所以说我没 走投无路的时候 只有去起诉他 杨先生和他妻子 因为儿子的死亡 准备将社区聚委会 告上法庭 他们认为 是社区聚委会 没有进到监管的职责 导致井盖被偷 无人知晓 才让自己的孩子 遇上了意外 他们要求社区聚委会 赔偿他们各项损失 共计18万6千元 听到这样的消息之后 聚委会的工作人员 也觉得有点委屈 听说杨先生把他们告了 杀投聚委会 环卫部门的工作人员 觉得有些委屈 他们向法院提交了很多份清单 这些清单 都是他们通过巡查 和接到的举报 对井盖加固维护的资料 这里缺失了杀井盖三座 光11月份就发现了这么多吗 啊 就11月份就有这么多了 光11月份 光11月份 有35个井盖 有3块的 没有3块的 也有3块的 都在里面 反正 频率这么高吗 很高啊 如果像像这样 每个月都有差不多有 有几十个 这个很高啊 都 你算算10月月也是差不多的 12月份也是一样 都差不多 由于传统的井盖是铁制的 这种井盖的成本 100多元一个 而一些小偷小摸的人 经常为了人偷小利 把铁井盖偷走了 于是 居委会为了保护路面的井盖 一般要花400多元 仅速钢材质的井盖 这些材料 没有被偷走再回收利用的价值 我们现在一个铁头都不会购买的 都全部买现在钢索的 它现在钢索的 背头率很低 关于杨安南出事的那口下水井 沙头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说 他们前一天还寻查到那里 没有发现有丢失井盖的情况 没想到第二天就出事 遇到这种事 他们是怎么都无法避免的 好像小孩这个问题呢 不能悲鸣的 居委会认为 安南的死是一件不可避免的悲剧 他们也感到很难过 但是这件事的责任 真的不在他们 要怪也只能怪那些 偷窃井盖的小偷 那些就比较多人去偷 但我们的政策安全 这样去换 不就不管 关于居委会工作人员的说法 也有人表示赞同 在杨安南出事的当天 一位路人正好目睹了 当时的过程 就是在前一两天的时候 那时候丢了 值得谴责的 就是说 那个推整盖的人 确实是很可恶 是吧 你知道人家是骑什么自行车啊 有的那个小车啊 那也有好多就丢在那个 就都都陷在那个 下水 下水 那个地方都有的 2008年7月 当地法院审理了 杨先生诉居委会的案件 法院认为 在杨安南死亡的这件事上 杨先生和妻子负有不可推卸的监护不当的责任 最后法院判决 杨先生一家承担孩子死亡的70%的责任 居委会承担30%的责任 赔偿杨先生一家49800元钱 不管怎么样 我实际上是法律 法律因为我学区负什么责任 我就负什么责任 不服 要是如果我们没有去找 随便让他出去玩 这也是怪我们 我们没有什么怨言 因为我们随时就去找他们 找他 没有找到 这我们已经尽到责任 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 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王永教授 王教授 看了刚才法院的一审判决 您对这样一个责任分担的比例怎么看 这个判决是有问题的 他没有搞清楚 在这个案子当中 谁的过错更大 你从因果关系上来说的话 居委会没有尽到职责 是小孩死亡的直接原因 父母亲没有尽到监护职责 是次要原因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从对井盖的控制的角度来看 直接的导致小孩溺水身亡 是因为井盖 而谁对井盖 具有管理和控制的能力 或者是具有管理和控制的义务 是在居委会 但是在这可能作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 也会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说我们对井盖 究竟负责任负到什么程度 是不是意味着只要井盖出事 居委会就会承担责任 当然我们不能绝对的说 只要井盖出事 居委会就绝对要承担责任 那么关键是看 居委会是在一个怎样的时间内 对井盖的丢失做出反应 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 首先他应该做出非常充分的防范措施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抢袖 在本案当中 这个井盖丢失到事故发生 已经有一天时间了 那么一天时间足以导致悲剧的发生 由于不服一审判决 杨先生夫妇将居委会上诉至了二审法院 我们来看一下二审法院 对于这个案件会怎么来裁判 2008年11月 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 法院认为 在杨安南死亡这件事上 居委会所做的是职责所在 对于井盖丢失 没有及时发现 在做补救之前 没有树立安全警示标志 应该承担较重的责任 需要赔偿杨安南家九万三千元钱 要是儿子在的话 多好一家团员在一起 每通家接背负金 都会想起儿子 判决后 居委会的环卫工作人员 主动将一些残留在路面上的铁质井盖 换成了塑缸井盖 除了加大财力的投入外 他们还加强了路边巡查的力度 工作人员说 现在的社区有13平方公里 而环卫和路证人员 已经加大到了80人左右 这样的投入 就只希望将偶然的因素降到最低 拿到终审判决之后 杨先生和妻子又生了一个女儿 但是对于离去的安南 他们的心里依然有着 无法说出的遗憾和心痛 他们将儿子的照片 一直摆在桌上 也经常向着不会说话的女儿 说着哥哥的事情 二审法院改判了之后 结果恰恰和一审法院的相反 您对这样一个改判怎么看 这个改判完全是正确的 居委会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 另外一个从社会意义来讲 您觉得法院这样一个判决 有可能会起到一种 怎样的社会效果 法院的判决意义很大 对于警盖这样一种 涉及到公共安全 生命安全的这样一种管理职责 它的管理的标准 通过这个判例 我们就可以看出 司法部门认为是非常高的 是非常严格的 那么同时也提醒我们 除了居委会者 在我们的社会 还有其他的相关部门 也富有对警盖的管理和防盘职责 这个警盖的产权单位 应当对警盖所造成的事故 承担直接的责任 所以这个判决 宣示了居委会的管理责任之高 同时也告诉其他的相关部门 他们同样也富有很高的 对警盖的管理职责 但是这件事情 最后归根结底 我们挖到根上 仍然还是要责备偷警盖的人 而且对他的责备 我相信应当是最严厉的 对 怎么去把这样的现象 给他遏制住 在刑法上 首先可以构成盗窃罪 那么此外 如果说他所偷的警盖 不是在偏僻地区 而是在一个公众活动 十分频繁的地区 那就不是盗窃的性质了 他是一个危害公共安全 但是在实践当中 为什么这些人得不到陈处 确实是一个证据 是一个侦查 因为相关的线数太少 而且这些盗窃警盖 本身这种行为具有很大的隐匿性 在今天这个案子里 我们说的更多的是 居委会作为警盖的管理者 他的职责 但实际上要想解决这个问题 从根上避免这种悲剧不再发生 是一个系统工程 包括现在很多地方采用 这种新型材料制作的警盖 让他偷了以后没地方卖 包括有的地方 对于这种废旧物资回收的企业 进行严格的管制 让他不敢去收购 这样的一些偷到来的警盖 其实当所有这些细节 我们都能做到的时候 相信这样悲剧发生的几率 会大大減少 感谢您关注本期金属说法 感谢您教引博士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谢 明天同一时间金属说法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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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